你好,我是姜妮,今天主题是这把火真的凶 热火队的听牌 绿山军三连败谁是球队的战犯呢? 今天绿山军在客场是102比128 26分的差距败给了热火队 目前热火队也听牌了 换句话说,联盟两支17冠的球队 无人跟绿山军目前不但都被听牌 而且都是0比3落后 这里我们再强调一次 NBS上149个3比0的系列赛 从来没有发生过大逆转的戏码 所以某方面来说热火队已经提前晋级 至于绿山军则是提前放暑假 在这里要先恭喜热火队的球迷 而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 也请各位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 来鼓励是我们做影片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 其实这样比赛的过程没有什么好聊的 因为比分差距太大 绿山军是调整的先发阵容 从教练Matsula 是把小白拉上了先发 另外把Rubber Wans放在板凳上 这个调度我自己的看法 是因为绿山军场上得分点不足 因为双J跟Hover 在队热火这个系列赛的表现 其实都不算好 另一点热火队的平均高度 也不如7-6人 所以Matsula又把小白拉上了先发 为什么是又呢? 因为只有在第一轮以及第二轮的赛事 其实小白都是球队的先发 他是第二轮第六战开始才调整制替补的 这里要注意的是小白今年也入选了防守前2队的肯定 所以他的防守能力也非常好 上方比赛三届打完热火队已经领先对手30分之多了 第四节绿山军也把阻力全都收起来 实际上看第四节的比赛 我自己反而是一堆问号 因为我个人认为绿山军的总教练 把朱莱用的实在太保守了 这个部分我们等等再聊 这里我们先来聊热火队的部分 热火今天营球的关键是外线真的太准 全场投进了19颗23分球 这里要注意的全员是身高63 今年拿底薪的Vincent 他全场攻下了29分 其中包括了6颗3分球 两个数据都是气候赛新高 再加上Martin跟Robinson 两名球员从板凳上合力攻下40分 其中包括9颗3分球 这里让四关长军迷把这场比赛打得相对轻松 今天他只有上场31分钟攻下16分 所以这场比赛热火队等于试用角色的信群 就把绿山军给打趴了 在这里要恭喜热火队的球迷 拿下这场胜利的热火队只要再一胜 就可以成为1999年尼克队之后 定义自己第八顺位撞进总冠军赛的球队 我自己的看法 西区不管是金块出现 还是胡人队可以逆转 以热火队的防守强度来看 以上这两支球队都要特别小心 另一点更重要 才热火队可以打败绿山军 这也表示本季立赛战机最好的两支球队 都是被热火队淘汰 分别是拿下58胜的公路队 以及57胜的绿山军 换句话说 站在热火队的立场 他们当然也不会害怕金块或者是胡人 好以上是热火的部分 接着来聊绿山军 聊绿山军的方式会跟昨天的胡人队一样 也就是哪位球员是球队三连败的战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双C 跟直白说 这两位年度前三队的球员 在这个系列赛的表现都不及格 这里我们先聊Jeran Brown 这个系列赛场军得分不但只有16分 而且三分球头20只中2 今天是头7中0 另外一场球要发生将近4次失误 如果胡人队的LeBron James 外线出手的选择要调整 那么Jeran Brown的问题也是如此 画面上这个回合球传不出去 他离三分线还有两步的距离 热火进去没有球员 可是他是直接跳三分 另外这个回合 自己运球过半长 进攻时间还有20秒左右 他也是直接跳三分 老实说这样的出手选择都不理想 特别是在你自己的投篮命中率 已经这么低的情况下 实败是说你应该要找一个 更有效率的得分手段 而不是一直投外线 实际上Jeran Talen的投篮命中率 虽然比Jeran Brown来得高 可是整体的表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主要原因是失误太多 这个系列赛场均失误高达4次 创造的第二场比赛 第四节目段 Jeran Talen这次进攻犯规 是球队最后会输球的原因之一 另外系列赛的第一场比赛 第四节目段 他也有连续两次走不为例 所以就算Jeran Talen的投篮命中率 比Jeran Brown来得高 可是我认为他也必须扛非常多的责任 简单的说这两名球员各自有各自的问题 而既然你们都是年度前三队的球员 那么输球当然就是你们要扛 第一个要负责的一定是总教练Mazzula 我在绿赛军第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就有提过 他的用兵太保守 里面San Houser跟Grand Wenz 都是第一赛至少有打79场比赛的球员 可是系列赛第一场比赛他并没有选择用他们 系列赛第二场比赛Mazzula确实是用了Grand Wenz 可是绿赛军的问题除了防守之外 其实是得分点不足 其实上除了Jeran Brown打铁之外 其实本季节目的赛 Hoffer的表现非常糟糕 其中投篮命中率不到4成 另外三分球命中率不到3成 跟上个赛季相比基本上是判弱两人 再加上Rober Wenz的得分能力本来就不算优秀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Mazzula并没有选择用一下Moscala或者Cornet 而是坚持8人轮换 这也让绿三军在场上打得非常被动 这也是我自己看到第四节绿三军场上放上Cornet 以及Moscala这组白色的双塔时 会有很多问号的主要原因 身高7尺2的Cornet 第一行赛打了69场比赛 平均上的时间超过了11分钟 可是这个系列赛他一直到今天才上场 另外Moscala的身高是6尺11 他是一名有外线能力的常人 而且他是球技中被总管Stevens找来绿三军的 可是今天也是这个系列赛第一次登场 实际上这两名球员都是可以使用的 另一点更重要 绿三军双J跟混队的LeBron Jones 还有AD的状况不同 因为双J的打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利用自己的单打能力来得分 或者是帮助队友得分 可是这两名球员都是风险球员 他们在禁区并没有升高的优势 麻烦的是Hoffer跟Robert Wins的身高都只有6尺9左右 而且热火禁区也还有Ben Adbio 这位防守前二队的球员在 再加上热火全队的防守本来就很好 所以只要绿三军的外线投不进 那么在热火队防守又内缩的情况下 不管是Hoffer还是双J 在禁区不要说想要得分 其实就连拿球跟下球都有难度 这也是绿三军后来会一直投外线的另一个原因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总教练的调度就很重要了 简单的说如果游七区没有常人 给热火队一点压力 那么就只能赌自己的外线投得进 对手热火队的调度就不是如此 即便Kolizade的没有外线能力 可是身高60C的他 只要站在游七区附近 其实就会带给绿三军防守端上一点压力 这也是我看到第四节球队放上双塔时 会有很多问号的主要原因 直白说板凳上是有常人的 可是总教练自己不用 在游总教练Mazzura接收媒体访问时表示 输球的责任应该由他来扛 因为他没有让球员做到准备 以及正确的心态等等 我自己的看法他的说法没有错 不过今年是他第一个担任总教练的赛季 老实说可以带到东区冠军赛已经很不容易了 接下来就要看看能不能至少不要被对手很少 否则0比4输球老实说有一点难看 这一个系列赛绿三军要逆转 也就是想要出现奇迹 我自己认为比魂队还难 主要原因是绿三军进攻端上的打法太单调了 再加上这五队的防守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就算双阶面对的是Stuze Martin Vincent这几位年薪不高的球员 可是他们的防守都超级黏 所以这个系列赛我自己的看法 现在的差别在于绿三军 还有没有机会回到主场而已 先第一个问题啦好不好 上次周休什么时候 上次周休什么时候 有一阵子啦 最后才开打到现在 应该都是还没有周休啦 都是加班啦 工作得非常辛苦 那为什么哥哥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目前东西区都3比0 3比0 为这个事情我还特别去查 联盟上次东西区冠军赛都很少是1957年的事情 不过那个时候都是打三场 那个时候是绿三军3比0赢对手 保英队也是3比0赢对手 然后那年总冠军赛是绿三军拿下总冠军 这都是4比3 总冠军是打7场 那第一个问题 觉得今年会不会出现史上第一次 东西区都很少晋级的状态 精快跟热火 1 2 3 会 你们这个意思就是 胡仁跟绿三军就早点休息是不是 意思是这样 不要脱台前 让我们这个礼拜周休息一下 一直是这样对不对 这个礼拜就可以休息一下 这个礼拜就可以休息一下 okokok 对啦我是觉得比较成的 就下个正义再来啦好不好 将军比赛在练一练年轻球员嘛 老像多休息啊 老不容易就一直脚有伤啊 就好好休息一下啦 我们下个正义再加油 那第二个问题首先再加 那我有问他 胡仁队如果假设被淘汰 敬任就说Russell跟AR 你支持他留下神 你自己回答好不好 好 1 2 3 AR 我硬要选一个啊 硬要选一个哦 好好好 所以是支持留AR啦好不好 ok 那今天绿三军输球 假设 双J这样的 有可能合格都要换的嘛 有可能都会超过5000万 你认为双J要不要猜 或是不支持双J猜 1 2 3 猜 猜一猜啦好不好 不要在那边拖时间的啦 我个人认为是猜一猜 因为这个心智受不了 然后我们已经都下定都出来 我们都希望视频赶快结束啦 然后那个G2猜 我们就看金会就热火 很有话题性哦 一个是史上第一次 队子第一次 打金球冠军事啊 一个是史上第二次 老八传奇 其实话题性时 他们是有那个 可以炒作的那个 那你们那个 G3军跟胡云队 都已经拿17冠了嘛 再等一下 再等个几年啦 好不好 大概是这样子啦 还跟他们招商剪 那我们有可能会周期哦 这里吧 有可能会周期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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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上